日本东京海洋大学联合英国深海研究中心 在西太平洋伊豆小丽园海沟8336米深处 成功拍摄到约30厘米 全身成乳白色的蜗牛鱼 刷新人类在海洋中观测到鱼类的最深记录 那么看到这些鱼的国外网友都会说些什么呢 以下内容均摘自油管 仅供参考 第一位网友说 当我潜到三米时 我感觉自己快要死了 想象一下鱼所承受的外部压力 第二位网友说 我对那些看起来像小鱼的其他鱼更加好奇 不确定它们是鱿鱼还是一种完全不同的鱼类 第三位网友说 即使全世界爆发核战争 或者即使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 这些动物也会幸存下来 并继续物种的演化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第四位网友说 这些鱼怎么能承受这样的压力 它们只是肉 第五位网友说 那些鱼第一次看到光 第六位网友说 这是有史以来在摄像机上拍摄到的最深的鱼 太惊人了 第七位网友说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我们成功地绘制了距离我们数百万公里的火星地图 但在地球上 由于巨大的深海压力 我们仍然没有成功地绘制整个海洋的地图 这令人惊叹 第八位网友说 这真是一个惊人的发现 一些动物已经适应了极端条件 以至于它们看起来像外星生物一样 第九位网友说 奇怪的是这种看起来身体结构薄弱的东西是如何承受来自深处的水压并存活下来的 第十位网友说 真的很惊讶有这么多生命形式 我一直认为深海是一片贫瘠的黄地 到处都是漂浮的鱼 但并没有像这样的生命 第十一位网友说 我想看看在这样黑暗的环境下 最亮的受电筒能覆盖多少区域 有视频显示 它可以照亮整个社区 但在海洋深处呢 第十二位网友说 传说鱼不喜欢睡觉 因为当它们醒来时通常会发现自己在别的地方 第十三位网友说 事实上 所有这些鱼都生活在水压相当于石头非洲大象站在上面的地方 而且 如果我们人类最终到达与这条鱼相同的深度 我们将被压死 以上就是油管上的网友对新发现的最深鱼的一些评论 那么大家对这些深海的鱼怎么看呢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